今天是2021年的2022年的2月8号 我一觉睡到11点半 好喜欢我住的这个地方啊 床铺也特别的舒服 80块钱一个晚上 而且不是那种嘈嘈的小旅馆 是房东 他们家自己的后院子改成的小旅馆 容纳的人数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这前面的这一座房子 就是他们的酒馆 有各种各样 味道醇厚的阿根廷本地酒 我先去给我的油抽本达卡 然后再来这里品尝他们的酒 我住的地方距离车站大概1.7公里左右 打车过来400比锁不到 所以还是很方便的 依然是各有特色的房屋 哇这座房屋也很有建筑特色 是一幢公共设施吗 你看前面那个路牌 还做成了一个人的造型 这里的天气可比乌斯槐也好多了 终于从那种世界末日的阴沉感脱离出来 就整个人的心都会变得再次宽阔了起来 嗯这里才应该是市中心的感觉 所以我住的地方离这个市中心 还有两三分钟的路程 一个路口拐过来就是了 也是很方便的 大家在网上呀 阿根廷的物价都很贵 房价也很贵 但实际上呢 如果你用美元来折算的话 就相当相当的便宜 我那个小酒馆后面的房子 你再网上看它的价格 谷歌地图上 你看下来是150块钱一个网上 美元还是硬通货呀 喜略所有的南美国家 他们会是这里就是他们的丁昌公园吗 这个雕像 塑造的微妙微笑的 我怎么又走神了不行 我是去给我的油戳打卡的 这里有只超大的熊 在这个木房子里 沿途都是阳光下的餐厅 美丽的小房子 礼品屋 据说Air Calafade 买户外用品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尤其是现代汇率混乱的情况下 Air Calafade的油渠 是这里吗 8点到14点30 哇塞下午2点半就关门了 我喜欢这个邮局 特别有当地的特色 小木屋的顶和一面墙 花岁时累成的另外一面墙 是一个倒梯形的结构 谢谢 我在Air Calafade的油戳 收集完全 看乌斯华雅的章 是他们的那个小肩房 Air Calafade他的章 就是他们的莫雷洛冰川的样子 我喜欢这个章很有意思 我发现它这是一个纪念戳 所以我说我想要一个这样子 有时间的戳 他说不能给我盖 好吧 也算是一个小遗憾 上来这个阶梯看看有没有好风光 结果啥都没有 哇塞 阿根廷湖 阿根廷最大的淡水内陆湖 好好看的颜色 好好往那个方向走了 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一匹小马吗 还是一只什么小动物 是一匹小马 他妈妈在这里 我以为是一只羊驼呢 吓我一跳 这四条腿 修长无比 哇这小马也太可爱了 尾巴毛茸茸的 哎呀好像受过伤 还是显得瘦弱了一点 这里的狗们 还不乱叫呢 嗯 品格挺好 这三只狗各有特色 也不是土狗的感觉 其实感觉 一往阿根廷湖畔走 就越郊区嘛 这房子 没有那么精致 但是依然有自己的特色所在 远离城市的大平层 有一丈丈的 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房子 而且是在很不错的风景小镇 这种生活 不知道国内的小伙伴们 有多少人可以完全适应呢 按着就在眼前就在 冷温走都走不到 目前看上去接近了 这个湖水好漂亮 而且 被剩下带有雪山间的群衣山包围 我沿着前面那一条河里 走过去 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风 哇 这个风这么大 我都很担心在百内公园 和莫雷诺兵船 我的无论机会接不了 太大了 据说百内公园是妖风 横风 会把它吹下去的那种风 这个战道的起点 我在这里二号点 那其实我是从接近一号点走过来的 一直到八号点 这里距离莫雷洛冰村是八十公里 这里的海拔是一百八十五米 哇终于脱离高海拔了 其实到乌斯华雷就已经脱离了高海 哇 远处的那个滑翔伞 到了这样一个悠闲的地方 秋千嘛 这种供小朋友玩的小栈桥吧 这样一个区域 你看滑翔伞上都没有人 这是在放风筝啊 其实 天哪这个风太大了 我不敢飞无人机 这不是我想在 问他干一纳斯感受的那个 风筝冲浪吗 这种音乐真的是很吸引人 但是我有很害怕的那种 不行了这个风太大了 刚刚热死 现在在这里要被风吹死 好帅的 走过的这一片树林 还不是普通的树林 有看到介绍说 这是一片果园 深紫色的果实 很像我在亚马逊云雾里 遇到的那个果实 但是它不叫百香果 它叫Fruit of Elefate 所以 是不是其实就是 一片百香果 红色的另外一片百香果呢 因为这里也是属于阿尔卑斯山的区 阿尔卑斯山 因为这里也是属于安地斯山脉的区域嘛 而且是属于它的低海拔的 温热带的区域 沿途就看到 遛狗的 洗车的 在这 风针冲浪的装备区 那边风针冲浪的 在南卫国家 就是好一点的南卫国家 行走的时候 总有一种在欧洲的感觉 我就觉得他们做的好悠闲啊 其实并不是那么有钱 可能也会为赚钱 心慌啊 也会去想怎么赚钱啊 但至少你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路过这些人的时候 还没有深度了解之前 就给人感觉很清闲的样子 像秘鲁就挺繁忙的 中国也是 日本也是 不知道韩国是不是 莫名闯进一个体育场馆 这次他们已经结束的大型活动了吗 还是即将要开始 现在准备大展台呢 哎呀 我可太喜欢卡拉法迪的天气了 这里举办一场演唱会 倒是很不错的 哇 好久没有去听演唱会了 有没有人在海外开个演唱会 尤其是南北 哇 南北风情的演唱会 肯定特别的湿 哇 这家董路易斯的糕点好好吃 他这个长条的特别推荐 蝴蝶酥也好吃 还要了他们的一杯 拿铁 290瓶色 11块钱一杯 我点的草莓蛋糕来了 这的草莓有点小 还有拿铁 现在我吃个蛋糕喝杯咖啡 竟然做到了5点钟 因为实在是太悠闲了 然后那个位置又很好 我就望着窗外发呆啊 刷啊 手机啊 什么都没想 太悠闲的下午了 还蛮喜欢 卡拉法特的这种氛围感的 哎 没想到这个教堂 旁边的小花园也是可以进去的吗 这个树上的橙红色的果实 就是里面的那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牧师 他的车头上那个果实哎 这是什么 我错了 旁边这个树才是自行车上车头的那个果实 一不一样的果实 但是右边就是红色的 左边就是橙色的 哦 是什么树 是什么果实 真的是有点神奇哦 哇这个花园好漂亮 感觉是举行婚礼的好地方 很烦 哇这个教堂里的薰衣草 超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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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硬子风的小木屋 哎我为什么就突然叹了一口气 很难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 刚刚遇到的那个果实 你看它没成熟的是这样子的 有点密集恐惧症的 在这里的家里面的院子里面也有种植呢 哇 这双房子好漂亮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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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